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视频 我是老师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写华文试卷2的甲筑 那么这边有一张图 你可以看到图中是一张桌子 然后有很多张去旅游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 你要把前几天到乡下玩所拍摄的照片 以电邮发送给爷爷 根据以下资料 写一则电邮给爷爷 字数不少过40 那这个电邮里面呢 他必须有的内容有 告诉爷爷你想念爷爷奶奶 然后第二 告诉爷爷你最喜欢哪一张照片 最后有空来城里玩 那么华文的试卷2甲筑 如果他要书写电邮 他跟英文是不一样的 他不需要写email address 你就只需要写像编条一样 写给收信人 然后在下面写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边老师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参考 爷爷 您好 自从回到城里 我们一家人都很想念您和奶奶 现在我将我们合照的照片通过电子信箱发给您二位 这几张照片 我都很喜欢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一家人的合照 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会想到您和奶奶 爷爷 你们有空到城里来吧 我和父母会带您二位四处去逛逛 祝 安好 这个文文呢 你就不要写文文了 这一点你就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就可以了 那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希望你们明天对于书写这个甲筑 会有一点概念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